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让餐点快速好吃 市面上的味精调味粉一大堆 但是要吃到纯天然无添加的料理会有多难呢 在Eva和Joy的蔬食竹里面 就可以品尝到他们的努力和用心 日本人食用纳豆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纳豆含有维生素K2 氨基酸等多种营养 是非常好的发酵食品 好吃的吐司除了烘焙式的技术之外 更重要的是所用的食材 过去都在传播媒体业工作的Eva和Joy 在两年多之前 他们两个人决定改变人生的方向 他们觉得现在市面上卖的食物 添加物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们决定跟小农合作 使用新鲜的无毒蔬果 以及无添加的烹调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吃到蔬果的真实原味 位在晋江街的这家蔬食主 一走进来就可以看到缤纷多样的蔬菜 店面虽然小巧但跟进明亮 这里是Eva和Joy转换人生跑道的地方 那我在新闻媒体其实已经差不多十几年 快要二十年的时间 那所以后来后期就到业务部门 也做了很多有关创业的节目 那我觉得自己做了创业的节目之后 自然就会对到底要做什么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一直都觉得我是很在乎的 那因为面临很多撞墙的情况 我们还是会去思索 所以我们人生的下一步到底往哪里去 如果我们想要开一间店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事业 我们想要做什么 那我们知道其实蔬食 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 世界上的潮流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Eva和搭档Joy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希望做一个无油无烟 又可以让大家吃到清爽的料理 于是吴天佳的蔬食主是很棒的选择 那我觉得我的坚持只有一个 就是我希望让大家可以吃到健康安心 而且是特别 来自大自然的一个原始的滋味 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料理方式 保留蔬菜原始的营养 可是又加上我们自己所调理的一个味道 让它不至于是清淡无味的 它是可以是很特殊的 负责餐点烹煮的Joy 过去就喜欢邀约朋友来家里小漏棘手 而在吃素后 她更是注重该怎么吃 该怎么烹煮 才会是健康又无负担 为了让蔬食主口味多变化 她研发了三种搭配的酱料 原味是用十几种蔬果熬煮后 加入非基改油膏和胡椒粉 麻辣口味则是使用了有机的红辣椒 而坚果咖喱更是肩负了伙伴Eva对她的期待 她在英国吃到一个叫Cormac Curry的一个酱料 她觉得这个酱料 咖喱的口味很特别 那她就形容给我听 那我大概就开始朝她说的那个口味去研究 然后研究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加了很多的坚果 各式各样不同的坚果 然后香黄咖喱粉 然后洋葱 马铃薯 红萝卜 全部都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我就一直试了很久很久 终于试到她觉得 就是她在英国吃那个口味 外国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而且她们特别就是来要吃这个口味的 那现在其实有点接近是我们青乳的招牌 除了自制的酱料 店里的蔬菜也常常为客人带来惊喜 像是一般较少看见的紫白玉菜 或是富含植物性蛋白质的火龙果花等等 而且通通都是跟友善种植的小农合作 希望借着互惠互利的方式 让大家吃尽健康的同时 也能关爱这片土地 那像我们合作这些小农 我不会去跟她撒价 因为我觉得她们非常的辛苦 对 那我觉得你要出货 不安心 我觉得价钱我可以接受 我就拿你们的货 那久而久之 大家其实都变成好朋友 虽然看起来是一家小店 但从食材 进货 管理 甚至行销 宣传 都得自己来 要扛的责任变大 钱却赚得不多 但是对于这两个人来说 现在的人生阶段 追求更多的是心灵那份喜乐感 希望未来可以把这样子一个店 这样子一个好的东西慢慢推出去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很开心 那当然也许我们目前赚不了多少钱 但是我一直每天就是不停地告诉自己 我们一定要加油 我们一定要加油 我觉得很多客人一直告诉我们说 拜托你们不要关店 那我觉得常常客人这样讲后 我们都非常感动 我们希望大家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 可以去感受到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爱 那其实也是地球给我们的爱 那这一餐是吃到健康的蔬菜 它不吃到肉 那我觉得这个有在某种程度上面 对我们的成就感跟一些满足感 就去遮掩掉这些 可能在金钱上面 比较没有办法满足的部分 纳豆可以说是日本国宝级的发酵食物 可是想要自己做没有菌粉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 让黄敬衙老师来告诉你 跟着节气玩发酵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纳豆 很多人听到纳豆闻脂色变 觉得这个味道很臭 怎么会想要吃呢 其实新鲜的纳豆 刚做好的纳豆一点臭味都没有 如果你在做纳豆的时候 是用红豆来做纳豆 更有一方巧克力的香气 连小朋友都会喜欢吃 今天这个纳豆纳豆需要的材料是 台湾的屏东的老鹰红豆 还有我们在一盒市售的纳豆 那为什么要用市售的纳豆来接菌呢 因为你比较难买得到那个纳豆菌粉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做红豆纳豆哦 那它的做法其实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 红豆煮熟 那放凉到40度 加入市售的纳豆拌匀 市售的纳豆你可以选择 你最喜欢的那个口味 那把它拌匀之后呢 在红豆纳豆上面包一层纸刺冻 那也不用盖上盖子 放到电锅保温15到20个小时 那记住哦 它的保温温度只有40到45度 那通常电锅的保温温度都超过45度 那这时候你可以利用蒸价 把红豆纳豆给架高 大概15到20个小时之后 你就有非常像巧克力味道的红豆纳豆 可以食用咯 纳豆呢 跟天辈一样 大概一天内你就可以完成的发酵食 新鲜的纳豆把它拌入豆浆里 其实小朋友一点都不会害怕 很香很香 那如果可以的话 豆浆一定要自己做 才有一个豆子的香气 很香奶昔 它就要带有一个巧克力的香气 那我就觉得太好了 这样子一般家人就可以敢吃了 非常非常的香 那因为豆浆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所以它一个豆子的香气 跟一点带一个淡淡的巧克力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 很像是巧克力牛奶哦 可以跟你分享 制作天然的面包 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有一位烘焙师傅 他坚持每天只做四种吐司 而且他把所有的新鲜在地食材 通通揉进面团里 现在就让彩仪带大家 去品味这个值得用时间 等待的好吐司 这家吐司工坊已经开业三年多 就位在石牌的巷子里 老板坚持揉入本土的食材 让大家吃得安心又健康 吐司真的是非常的百搭 而且现在可以越做越多元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吐司工坊呢 老板他就是坚持用新鲜的食材 所以每天只有三到四种口味哦 每天都会更换 今天我们会吃到什么样的惊喜呢 我们就请杨先生 杨老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哦 杨老板你好 你好 刚刚一走进这个店里 真的是香喷喷的 那个面包的味道 整个扑鼻而来 非常地厉害 好 所以我们现在面前有 这是鲜奶吐司 那这一个 是凤梨蔓越莓 那我们先从那个鲜奶吐司来试吃 这个白白的 有Q度的感觉哦 我们来试吃一口 那拔一小口吃看看 咬下去的第一口 就已经可以闻到那个鲜奶的味道了 是的 非常的浓郁 而且它吃起来非常的Q 好好吃哦 而且如果上面要加其他东西的话 也不会抢到其他的食材 它很好搭配 对 真的是百搭款 好 再来这一款 刚刚说是 凤梨蔓越莓 是的 这一款感觉比较软 是的 为什么会比较软呢 因为它的制作方法是不一样的 像您看到这个是四方形的 对 那这一个是算三形的 所以它的发酵程度 会让它产生这样子的口感 比较柔软一点 那里面采用的凤梨跟蔓越莓 又是哪里的 凤梨本身是观庙来的 观庙来的 对 观庙本身就是凤梨的一个大产地 那我们用的果干是没有再另外再添加 再蜜过的 所以吃到的味道其实是最天然 最原始的味道 最实在 最原始的味道 是的 好 我们来试吃一下 而且里面还有的果干 满满的 不手软 这肚子越嚼越香 而且在嚼的同时 它那个凤梨跟蔓越莓 它的酸度 它是会渐渐地在散发开来的 不同的酸味 不同的酸味 它就是有手牵手在一起 然后一起走过这个吐司人 很好吃 而且它也是有Q度的 虽然它是软软的 有Q度 它的湿度也很够 是 又不会太软 它是刚刚好的Q度 很好吃 谢谢 好的吐司就是需要时间跟爱 去让它慢慢地长大 那老板也坚持用在地的食材 而且都是天然的 这么好的吐司 大家赶快来尝尝吧 想要多爱自己一点 多珍惜地球一些 多疼惜浓民一点的话 就赶快从改变饮食习惯开始吧 选择无独的在地蔬果 以及友善无添加的餐厅 让你我的世界变得更好 苏果生活质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